哈里斯岛西岸的Scarp岛 这里原本也是盖尔族的传统居住地 也就是您现在看到在画面左上方深蓝色的这一块 但是在40年前它成为没有人居住的岛屿 尤其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Scarp岛的居民就逐渐的减少 这个地区就是盖尔族的传统领域 不过也因为人口持续的下降 连学校邮局都必须关闭 居住在岛上的盖尔族人也因此决定 也是时候不得已必须要离开了 而这座岛屿现在就成为饲养绵羊的牧场 还有外来者的夏日度假圣地 临海的绿草地到处可以见到的羊群 这里是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的一部分 称为Scarp岛 画面上看到的这位老先生是 Murdu MacLennon 他的父亲在Scarp出生 MacLennon现在虽然定居在苏格兰 外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最大岛屿 路易斯岛 但只要时间许可 还是常常回到Scarp岛从事牧羊工作 就要一个公司 我一生的父亲和老师 我一生都是在河里面 我经常的父亲和老师 我一生都在习近了 所以他会和老师 我一生都在习近了 我一生都在河里面 我认为是在许可保所 我认为是在车争的 海外外的币草地 我认为是在车争地 我一直在一家里面 我认为是在车争地 我认为她的绿草地 然后我认为她是在车争地 在Scarp島上大約有三千五百頭羊 不過這裡充滿崎嶇陡峭的山丘 要感激羊群並不容易 在島上到處可以看到荒廢毀壞的房舍和學校 很難相信人們搬離這座島嶼 不過短短四十年的時間 去搬離這座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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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ok先從小霍 我經歷了 既然會受到我慶祖的地圖 他必須覺得他不喜歡 在這座含有人居的島上 少數在此致產 當作夏日度假小屋的人當中 包含了Cat Wagen一家 對他們來說 為什麼會想要來到這裡呢 這是一個地方 沒有任何壓力 沒有要聰明 吃飯 睡到12時 睡到什麼時候 為了你, Les? 當兒子的小孩 是他們的自由他們 他們學習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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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在家裡 在家裡 從小時候 它們很大 在天氣 我們現在的牠們 都在這裡 有些時候 所以他們都會被 在家裡 在家裡 因为热要继续继续 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走 我们有游泳 我们有几个盆子 所以我们有几个盆子 我们只是在一起 能够读书 做什么你平常没有时间 做的你喜欢做的 在斯卡尔布岛上出生的老人家 现在只剩下20位左右 Huda McLennan的母亲 就是其中一位 年纪也最长 島上居民在1971年大舉搬離 在8年之後 西部島嶼委員會才成立 如果這個委員會早一點成立 情況會不會不一樣呢 鼓勵再會 记者读戏 林伯红编译